我以前读过许多中日韩围棋名人的回忆录, 对于围棋大师们在多年后居然还清晰记得, 某年某月与谁对局的棋谱手顺, 可以侃侃而谈的这种超能力, 让我感到不可思议。 我想,或许不全是因为强大的记忆力, 而是出于全神贯注, 刻骨铭心的当下对战心理状态。 日本漫画棋回里的天才塔什亮, 有一天被两位学长霸凌, 要塔什亮龙着眼跟他们下, 结果蒙眼的塔什亮, 可以轻易打败那位实力教强学长的游礼棋, 却反而败给另一个实力教络那位学长的无理手。 这是为什么? 因为脑子可以记住合乎棋里的手顺, 却记不住天马行空的无理棋。 如何用脑袋记下眼前的美景? 将题材造型, 明暗, 画灵为整, 然后运用自己的话里去布局? 只要记住有用的理, 所有没作用的细节, 都只是无理的抽棋。 这就是为什么没东西看的时候, 可以画得更简练, 有东西看的时候反而败笔连连。 因为默画时脑子只能记住游礼手, 不会去记住无用的抽棋。 这张也是默画, 用两分钟让脑子抓了大结构后, 随性画二十分钟搞定。